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 初次创作了《狼牙榜》和《伪装者》等众多良心剧的剧组 这一次他们再次大发处女座本性 让细节控门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与此同时大家在《欢乐颂》中 不仅能够看到《狼牙榜》里的演员们同台标戏 更能够看到演员和导演标戏 导演和导演标戏的盛况 许多观众看了《欢乐颂》后大叹好传阅 戏里舞美之首由刘涛饰演的安迪是个职场精英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而《狼牙榜》里同样由刘涛饰演的倪皇郡主 也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关大也负责的家电业务 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 但是问题是市场估计太乐观 产品策略太保守 宁皇郡主在《狼牙榜》里感情受挫 不过到了欢乐颂礼吗 立马成了男演员们争抢的香波波 其中一个和他相处起来颇为暧昧的 便是《狼牙榜》里的令少阁主 不过这回劲中剪掉了迷之刘海 一身帅气打扮成了暖心总裁谭宗明 当然另一位颜值担当也是从狼牙榜里穿越而来的近王王凯 这回人家脱下戎装 换上了白大褂 成了年轻有为的赵医生 这回在《狼牙榜》里 王爸爸看着怎么有些眼熟呢 没错 他就是《狼牙榜》里腹黑的夏江大人 同时也是这两部戏的表演指导 夏江大人在《狼牙榜》里作恶多端 到了这部戏里 不仅要变成女儿奴 还养出了一个不孝子曲连结 我这不晚上出去应酬吗 都是公司的事 忙前忙后忙死忙活的 再说了 这些人际关系人们 不都得这么维持着吗 看着曲连结 那么吊耳郎当 不晓得夏大人会不会想念那个在狼牙榜里 还是乖宝宝的郁金呢 苏兄是收庭生为徒了吗 算是吧 好生偏心啊 你都没教过我 狼牙榜里的反派沈追到了欢乐颂 也化身成了邱颖莺的好爸爸 他跟你说 人生总有遇见挫折的事 这时候就是要努力学习好好提升自己 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得住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怀 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 再说了 这个局面 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相比之下 狼牙榜里调皮的沐小王爷 这次在欢乐颂里则是秉持了几千年前 同样的性格演绎的姚冰 依旧调皮叛逆 上次报警的你们家的邻居 是不是叫安迪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咱们圈里盛传 这谭宗明啊 从纽约华尔街拉了一大牛作证公司 据说是一高兽美女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的除了沐小王爷 还有在狼牙榜里总是心怀鬼胎 要把霓皇郡主嫁出去的皇上 这回他在欢乐颂里则是饰演了安迪的父亲 不过依旧没怎么给人好脸色看 也许我会 恰死你 穿越千年 皇上还是这副模样 就连他的弟弟季王也是如此 狼牙榜里的季王 憨厚且一世无争 年轻人嘛 有时候会一时高兴 一时不高兴 管他们的 欢乐颂里的他变形成了 帮安迪找回情人的老爷 依旧是一副热心肠 我是锦京周周 辗转找了很多人 这个领养人的信息还真让我给打听到 黄老宗里 可爱的光光 在狼牙榜里虽然戏份不多 但也是一个一心想着家人的乖乖女 哥哥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 现在不要烦他 这回光光的父母来头可不小 妈妈是狼牙榜里的敬费 那个孩子 从小就喜欢喝水 一头水牛 管爸爸则是当年的高瞻公公 陛下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过去的事来了呢 这搭配让人看着有些不习惯呢 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听妈妈话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 管管 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老了老了 这病就找到你身上来了 管管身边的高人不少 暗暗追求他的学长是狼牙榜里的黎刚 那时的他兼任副导演和演员两职 这次依旧同时担任执行导演和演员的角色 其实饰演黎刚的王红和下大人王永泉 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真正的父子呢 不没有关系那也是优势啊 要知道进了环境幼劝 以后跳槽出来 字里都不一样了呢 学长在管管身边像个守护神一样 每每当他遇到危机便出手相助 比如不胜酒力的管管被同学逼着喝酒的时候 他就来了出英雄救美 而那位使就劝酒的竟然是狼牙榜里的烈战英 苏先生的银杖已备好 现在就去歇歇 管管身边的两个同事也是从狼牙榜里穿越而来 一个是当年静飞身边的丫鬟 夏琳 拿紫棠盒装了 等下次景年进宫了 让他带走 是 娘娘 另一个则是戏粉不多的谢玉的女儿谢琪 哥哥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在狼牙榜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未争 这回倒是低调了许多 便身上了安迪身边的小职员 同比增长31% 看着一众演员们 穿越来穿越去的眼 两大导演 孔生和简川河也按耐不住了 不过他俩倒是各种低调 给自己安排的全是路人气氛 空道成都路过安迪身边买早餐的路人大叔 尖岛则是在地铁上给大家惊鸿一撇 演员导演全都人尽其用 剧组连道具也是不放过 本以为电视剧里出现的网页啊 论坛啊 账号啊 全都拍完算术 再无人打理 那料在戏里爱得腻外的 曲萧萧和赵医生 戏外互动也是够甜蜜和频繁的 新闻在线总统报道